大家好,我是德国老云 我和本尼正在欧洲冬季房车自驾游 今天我们终于进入了西班牙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是西班牙的边境小镇 我们也不了解这个城市 但是我们很有兴趣 到西班牙的海滨小镇去逛一逛 房车营地边上就是一条通往海边的小路 这条小路两边长满了芦苇 看起来挺漂亮的 现在我们从这里往海边走 我们走了大概十分钟吧 就到了海边 现在就可以欣赏一下西班牙的大海了 这也是我们开了1500公里的目的地 太舒服了 这是海边的西班牙度假豪宅 现在门窗都是关着的 也是没有人居住的 这栋房子你看 这位置简直是绝美啊 就在海边上5米 推开窗户就是这样美丽的海景 这一片全是海边的豪宅了 但是我数了一下 基本上这门窗全部都关着的 哇 这里的海岸线实在是太美了 难怪这附近有这么多的海边豪宅啊 看一下这里的海水有多干净 简直就是透明的海水 在这个美丽的海岸线上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碉堡 这是二战时候修建的碉堡 这里可以走一圈呢 起来 摆脚 摆脚 哦哦,不太近 我看你 哦 这就是那个设计孔 哦 好小哦 像个猫耳洞一样的 是从设计孔看出去的样子 这一大片海域啊 就在这个碉堡的控制范围内 从这里 一个小窗户看一下碉堡里面 这个里面还有通道啊 几十几厅啊 哈喽 哈喽 这里就是它的这个入口 不过呢 现在这个门已经关了 我看一下 我以为这个碉堡啊 是二战的时候 西班牙抗击纳税德国的 真是火酒剑啊 在我的印象中 二战的时候呢是 意大利的莫索里尼 日本的东条英姬 跟德国的希腾勒 他们是一个 三个轴心国 是吧 他们三个呢是跟全世界作战 但是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历史 是这样子的 在二战的时候 西班牙独裁者 叫Franco 皇帝 其实他也是实行的独裁统治 他们当时是跟德国啊 他们是朋友 一直到德国哈 就是说大势已去 纳税哈 大势已去 眼看着要失败了 他们才转换立场 跟美国跟英国 这些国家站在一起的 我认识 现在我就在这里 享受一下阳光 也是面朝大海 背后呢就是那些 海边的豪宅 可是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小小的房车 我们现在一样的 可以享受这里的海景 大景穿的好少啊 白发苍苍啊 可是 好健康啊 这里开始就有沙滩了 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在这里 晒太阳游泳 本里这是什么果子啊 这结满了果子 这肯定是有毒的 要不然的话 没有人采这个果子 我叫本里查一下 这个果子能吃吧 要是能吃的话呢 这就是他的晚餐了 这个果子啊 居然叫中国海童 有轻微的毒性 看来没办法用它 来给本里做晚餐了 今天晚上本里要挨饿了 这一排就是海边的公寓 看它的结构啊 应该是海边的这个养老公寓 就是每个房间都不大 这些度假房啊 是可以买的 这里也有一个房屋中介公司 一个房屋中介公司 这边提供的房子啊 就是贵的73万 便宜的话22万也可以 25万 这个房子 55个平方 一室一厅的 17万欧元 而且看起来哈 海边 阳台 然后呢 这个房间看起来也还不错 这还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像这种海景房 53个平方 19万8千欧元 现在就带大家 在小区里面走一走看 这个小区的环境呢 其实非常不错 绿花非常好 隐秘性也非常好 而且这里的房子啊 都比较新 跟老城区比起来哈 这里看起来建筑质量也会更好 这样海边环境优美的小区 会是你们养老房的选择吗 这可能是很多欧洲人的养老梦想 在海边有自己的房屋 甚至是别墅 但是啊 对于华人来说 在这里养老未免也太冷清了 从小区一出来啊 过一个马路 前面就是大海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游泳的海滩 环境真的是非常好 我去看房子 但是本里不感兴趣 他就在海边这里坐着等我 他就在海边坐着山上网 这里啊有许多这样的小海滩 几乎是每个酒店都有自己的私人海滩 果然哈本里就特别喜欢这里的环境 在这里玩的开心了 哎呀真的是 等以后啊玩不动了 不想开房车旅游了 想找个固定的地方养老 我估计本里肯定会喜欢这个地方 但是我更喜欢大城市配套设施方便的 都没受用 这个海滩就很大了 这里在西班牙的北部 不是很暖和 但是呢因为这个海边啊 它没有那种冷风 所以实际上现在这个身体的感觉还是很舒服的 至少在这个季节啊住在这里应该是还不错的 现在我们从海边回来了 这里就是我们的露营地 可是我们现在先不回房车 我们现在去超市买点菜 这就是真正的正中心了 其实还是有不少商店的 只是现在下午三点多钟都关门了 这个小城并不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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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地方就是它的教堂 我们本来是来这里买海鲜的 它是海鲜店了 现在也关门了 这就是正中心 下午三点 下午三点 全部在抛舍在休息 这里有一个自住洗衣房还开着的 反正是自己洗衣服嘛 这个是大的洗衣桶是十一欧元一次 这个小的是七欧元一次 这边也可以烘干 七分钟一欧元 一般风要烘个二十分钟吧 二十五分钟 三欧元那挺便宜的 这边是本尼的最爱 这么多的热热各种各种的香肠 朋友们 我们要在夕阳下吃晚餐咯 欢迎点赞点评 下一个视频再见